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在把菲律宾打造成亚洲乌克兰以消耗中国 那么菲律宾过于偏激的亲美政策 或将导致它内部兵变在酝酿之中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你看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计划在参加旧金山APEC峰会期间 访问美国的印太司令部 将与美国多名高级将领举行会面 并且发表安全政策上的演讲 有关美国的智库就分析认为 说这个马克思很可能会在访美期间谈到和中国在南海的冲突 所以就呼吁美方能够更加密切的合作和协调 马克思还将听取美军高级将领 有关使用更多菲律宾军事基地的细节的通报 这方面他们要进行更加深刻更加细致的具体的沟通 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参加东盟防长会议期间和菲律宾防长进行会晤 还有分析就认为 其实美国现在他的设想就是把菲律宾打造成在南海 对抗中国的代理人 用于对抗牵扯 甚至是消耗我们中国 削弱我们中国的战略布局 在其地位也就是相当于欧洲的乌克兰 从逻辑上说呀 你说美国吧 他肯定是有这种设计的 至少他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 但是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 首先咱们的战略重点 那是经济和国家的统一 不会因为某些方向的干扰而丧失定力 在处理地缘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又是高度的节制武力 甚至连我们的行政能力都是尽量管控的 第二呢 南海和东盟地区的地理和政治环境 你要去比俄罗斯乌克兰 还有欧洲那边状况 它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和东盟正在全面的发展各种关系 虽然有一些国家和我们之间 还是有一些争议 但是这并非是主要的因素 不是主流嘛 而且根本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 我们有争议的一些国家 我们也是在相对的克制这个问题 就算你一时解决不了 大家也在管控这个问题 第三呢 就算菲律宾想变成乌克兰 它也没那个实力呀 它也没那个能力呀 更没有那个政治和地缘上的环境 咱们不说别的吧 就东盟国家 它就接受不了这个 更不愿意支持菲律宾 把整个南海地区给搞乱 不过呢 菲律宾由于过于亲美的政策呀 它不但给东盟地区带来了危机 也给自己弄的挺危险的 你看它内部 非亲美的那些本土派势力和亲美势力的 这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不可调和了 甚至酝酿着社会的动荡 而且有可能引发兵变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 日前呢就发出了预警 他告诉当局啊 有人正在秘密联络非方人员 参与推翻马克思政府的军事政变 那对此呢 布劳纳通过媒体呼吁所有的菲律宾军方现役人员 你别往这里边掺和 不要卷入这中间去 他这个话呢 也许有夸大的成分啊 也许是故意把这个事说得严重一些 也有可能是和政府合作再争一争好处 或者是双方合作起来 那么唱那么一出戏啊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但是呢 你能说出这个话来 这是军队最高指挥官的 你发出这个预警信号啊 他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布劳纳呢 虽说是坚称军方间坚定的支持政府 但是呢 这话他可真是代表不了全部的军人 尤其是他本土派和穆斯林群体 未必都会听他的 军事政变这种事啊 在菲律宾的历史上 他也不少见 尤其是目前菲律宾高度亲美 在面临与中国发生冲突的 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呀 你就不能排除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当然了 从大局上来看 现在呢 还不会有明显的这种趋势 而且呢 就是菲律宾他里边发生政变的话 对我们来说 他也未必就是好事 对我们来说 大家可能会有关注的 但是呢 我们来看看